就是同修以前经常协谊 协谊社府有短命的果报 如果有短命的果报 是不是就开始要面 社府无量寿 每天二十天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为什么师父要跟你讲的长一点 因为你都是替别人问的 而且这些问题非常的精辟 我可以告诉你 协谊首先果报 如果是协谊的话 和自己的 自己跟自己的自慰那种 那是有分别的 明白了吗 如果你协谊的话已经是有对象了 那你已经造成人家的感情伤害了 那你肯定有果报 你肯定要下去 明白了吗 这个 但是呢 如果你说协谊的话 如果你伤害别人 那么你果报更大 那么就算说这个女的是来还你的债的 她死定了你 对不对啊 那么也是上辈子欠你的 那么你从开始的时候 你跟她发生关系的时候 为什么就没事呢 因为过头了 就会出事了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自己顺便台上就说说很多小男孩 很多 很多男女 小小青年 他们会有一种啊 自己自营的习惯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呢 要分了 有一种最特别重 就是说你脑子里想着某一个你特定喜欢的人 或者你想着一个啊 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你自己做这些事情 他全部算你先赢一次 听得懂了吗 嗯 如果你只是说生命上的 觉得自己欲望啊 这个啊 这个欲望很很充裕的 时候 你只不过像一种啊 排线一样 那罪孽就轻很多 当然这也不是太好 但是至少 罪孽会轻很多很多 一个是百分之二十 一个是百分之八十 你现在知道 台大跟你说的比例了吗 因为你只要脑子里想到谁 你的意念跟他去 你在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的意念跟他一接轨 你就伤了他了 因为你伤了他的灵性了 所以接下来 你实际上就能够跟他谐音一次 一模一样 而且如果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这是一个 比方说是一个天上的美女 她是一个仙天天仙 你跟他做一次 你说说看你这个功德损多少 你讲给我听 是啊 好了 明白了吗 我现在一点破 你们全知道了吗 嗯 现在谁能讲这些 要要要要加 要加圣古量寿 而且要 坚决不能做 明白了吗 坚决不能做 哦 哦 那圣无量寿 念多少天啊 不是圣先要念礼佛 然后要放生 礼佛 放生 还要念圣无量寿 然后呢 要自己多做功德 来研寿 要跟菩萨讲的 多做功德来研自己的寿 明白吗 嗯 明白明白 嗯 嗯 嗯